多個迎春花市今日開羅 記者去到百年花市美語的月秀西湖花市打架 理想報道 今年的月秀花市設在西湖路、北京路 位於西湖路廣場的主牌樓 以港洲著名的嶺南第一樓為圓形 散發著濃濃的復古風 整個建築予以著新的一年 紅紅火火、合家安康 很美,因為前幾年都沒有見到 散發這個大佛寺的那個營 然後有一些紅紅的 散發今天這麼熱鬧就很有臉味 整個花市的幾個路段都有很多的非裔的展示 因為我們花市的行花街 是被列入了這個國家級的非裔 那我們希望通過市民對傳統文化的践行 保育我們的這個傳統文化 而且每個人來行花街 都是我們創成非裔文化的一份子 這個賣五代銅塘的檔口 圍著很多問價的市民 當著介紹 他準備了600盤花 價格由30元到300元不等 這次月秀西湖花市重開 不少市民都說年尾都回來了 兩年三年沒有掛我花市 今年可以掛花市都是挺開心 準備過年的東西 今年看看可不可以買一些 回家那裏添置一下 其實都可以趁這次大家 去迎來一個新的一個希望 今年月秀花市將會持續到年30晚上 想買花的市民千萬不要錯過了 廣州電視記者李上的報導 參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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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大陸 引進